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复联会所召开临时会员大会投票决议反对签署与党产会内政部的行政契约 党产会主委林峰正指出,党产会经认定复联会为国民党付费组织并冻结385亿元资产全体委员一致5亿亿通过 林峰正指出,目前党产会的资产就是立即被冻结 若有其他资金动用或财产处分的需要,必须依照本会公布的许可要件办法,向党产会申请动用 现在全部的资产都不能自主运用,如果有需要的话,需要告知党产会及得到党产会的许可 另外,林峰正表示,昨日党产会前往查阅资料时,复联会也主动配合 提供部分资料也承诺未来一、二周内会将昨日来不及整理的资料一并提供 收取相关资料进行后续调查就是日后重点